向你往公司团结婚在家吃饭 你等一下 你外边这么暖和 你裹这么严实 你感冒了 没感冒 你干嘛呢 你里边穿的啥 你别动 你给我玩整风包装是吧 这不是公司团结婚在家别了一个多月了 我想出门穿漂亮的新裙子 就一次就一次 不是阿姨看到你穿着的事了吗 我偷偷换的 他没看见你叫点啥 你也知道穿着不像话 我非得来好好说着你 别说一下 这家家一个月好人 你给我买关系好点 你可别搞事 我就不信了 阿姨你看我一穿着啥 他出去聚会 他 咋啦 王相 不是阿姨你看那里面穿着啥 他要穿这个聚会 穿着挺好看的嘛 啊 你看我卖时候看了 不是阿姨 主要我觉得早晚温差大 我怕他感冒 王相这我再说你了 他感冒他就感冒呗 你俩没谈对象 他怎么穿什么衣服 还得经过你同意啊 嗯 贝贝去吧 聚会上是不是挺多男同事啊 玩得开心点 多认识点朋友 晚了也不用回来了 啥 我吃完饭就回来啊 妈 没事没事不用回 正好我一会去面试个秘书 这小秘书刚大学毕业 听说长得还挺好看的 哎王相一会正好你没事跟我一块出去给我开个车吧 行啊 是吗 你这什么意思啊 没什么意思啊 我这不行你出去聚会出去玩去嘛 正好我去面试这个小秘书 我看看工作上行不行 咱们再想想这也住了这么长时间了 如果工作不行我请给王相介绍介绍 啊 咋的不行了王相 啊 我也老大不小了 确实也该谈个女朋友了 那行 要不你也收拾收拾 咱们出门 行 不是 等会你们去哪儿我也要去 你们是要去飞去的 哎我不去了不去了 跟他们没什么好趣 王相 这是他要跟咱们去的啊 别说了快走吧